胡适先生提倡健康的贺人主义的人选官 遗来被人诟病抹黑和泼脏水 这种价值观不是自私自利 没有罪害他人 更不是精致利己 它有着反传统 反乔威 反秩序的特质 它只认得真理 维护真理 其他一律不放在眼里 这是一种先破坏后建设的价值观 可以重新固定一切价值 可以帮助年轻人 压张健康独立的人格 避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